2022年第36天 这是我的第一次做这一道菜 切东西那一部分我就省略了 因为我不太会拿到 街里都没零食了 就当是吃零食吧 因为煮这个好像很简单 曾经买过几十块美金一颗的 结果煮出来是咬不动 那个是干包 里面这么肮脏吓我一跳 赶快找个东西来缩洗一下 到底清蒸几分钟呢 不同的人告诉我都不一样 我就试试看三分钟吧 有人用陈皮也有人用蚝油 这两样我都不用了 因为我问我妈有没有陈皮 她说有十几二十年的 我就不敢用了 蒸鱼酱油哦有没有 三分钟已经好了 那我现在就淋上很热的油 用上蒸鱼的方式 看起来不错就是担心不够熟 煮太熟的话又怕咬不动 放了酱油跟一点糖 很快就可以开吃了 其实整个过程中我做的挺笨手笨脚 那个就省略了不拍给你们看 青葱我不敢切我用剪刀剪出来 我尝试了一下那个味道是不错的 只是很担心里面不够熟 开吃咯 我忘记了料酒 可能这种海鲜的东西呢 不放料酒鲜一点吧 到底要不要放料酒我不确定 这是我从越南餐馆外卖回来的猪扒 吃饱喝足 拜拜